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9月28日 今天是星期四 來到星期四晚上 我們繼續 跟大家揭露時事 我是各位的節目主持 我是Johnny For 今天將會有較多的篇幅 繼續講經濟話題 當然也跟這個時勢也有關係 隨著對政治 還有國際局勢 的冷感開始越來越濃厚 我們作為時事節目 也要 就著整體的氣氛 繼續做時事分析 既然多了人關心經濟話題 所以我們當然也繼續跟大家講經濟 這個跟 後時代革命年代有關係 現在進入了一種 各自為政 一種自保的時期 即是說正在回復 那個叫做事不關己的香港 我跟我們很多聽眾都一樣 首先第一 我們可能內心 還有就是一團火 但是 真的也很坦白說 我們有很多比較核心 比較熱心的朋友 或者聽眾 他們也說 不如將這團火暫時收起 不是將他 即是 拋棄 是將他暫時好好的珍藏 擺在你內心的深處 我們經常都說這個世界 是要說天時 地利人 如果真是 現在的時機 很多東西 並不成熟 不如我們把我們的熱心 是將他保留 因為我也不想 再將他消失 殘盡 與其殘盡 不如現在就留 當時勢真的有所大變的時候 我們再把熱心拿出來 我們跟我們絕大多數的聽眾都一樣 其實我們有一部分的聽眾 是 社會嚴達 即是說他們可能有 相當的經濟的實力 也有相當的社會地位 所以我們很多人 就是2019年看不過眼 所以才 是挺身而出 隨著這個後時代革命來臨 香港人現在 就是很大程度上 變成了潛伏 我們也是回復自己 原本應該要有的身份 我們也會繼續 我們的聽眾繼續說多些經濟話題 希望大家 不單止保存自己的課心 亦 希望大家不要在現在這個亂世裏面 損耗太多戰鬥力 這一節我們要跟大家說的是尖沙咀 的死場雙袍 其實尖沙咀還有九龍一帶 是有大量的 商場死場的 不是 逢是商場就一定是 長旺 香港人是沒有辦法的 當你的商場是旺的時候 業主就瘋狂加租 有些商場 無論你加租還是減租 都是一個死場 尖沙咀也不例外的 尖沙咀 雖然整體來說 是市中心 但是實際上尖沙咀的 零售經濟是相當之差的 更加不要說這幾年了 這幾年之後就只有更差 最新就是一宗成交 這一宗成交來自尖沙咀 七咸道的首都廣場 在三樓 的商號鋪 這個鋪位 本身這個商場就是一個超級湯場來的 所以大家 有時你真的不要 盲目相信一個地方永遠會上升 香港其實有很多地方就是告訴你 他彷彿 這一輩子 都不會升上來 其實這個正好是一個好例子 當初 劏場出來賣給人的時候 就是天價賣給你 但是由於 當年一鋪難求 因為 樓市暢旺 中國大陸 當時可能真的叫做偉大騰飛 經濟的泡沫 所以當時水漲船高 水鬼升城王 水鬼升城王 大家知道解釋了嗎 這裡又說一下中華地區文化 城王 其實香港也有城王廟 城王 是其中一種 我們叫做自然神 城王就是解戶城河 還有城牆 水鬼升城王是什麼呢 就是 正如字典所解釋了 你原本是做水鬼 但是 就是因為水漲船高 就是有城王 由於當年一鋪難求 所以在2013年的時候 一個這樣劏出來的商場 曾經 是高價發售 以當年 商鋪的價格來說 就是很多人覺得很划算投資 所以 你用這個倒後鏡來看 倒後鏡當然是用來檢討 不是用來預測 那麼你就看到了 當年你覺得200多萬買個舖回來 就是很划算 外面的街舖 每次都跟你說 可能是幾千萬 當日就是帶著滿心的期望 有人就是大大力來買這個 死牆 結果這個場真的做不到下去 完全 沒有任何的人流 所以這個首都廣場的舖 就是成為了一個 超級重災區 大量的業主 成為了蟹民 成為了大集派 拿著大量的蟹科 最新的成交數字 最新的成交數字是20萬 20萬把 將這個 70平方尺 的舖頭就是逆手 原來現在這個業主 就是 撈底 在2020年的時候 是心急撈底入市 看到就是2013年了 260萬 跌到現在是39萬8萬 所以 底和不底 不是視乎之前的價格有多高的 是視乎你 之後的口價 是有多高來決定你今天的價格是否值得的 有很多東西以前也很貴的 如果你說這樣就算是值得的 那你真的會出事 我又不想說你值得的 香港 就是有迷思的 永遠覺得他以前高 就會升上去 不是的 這個正好是個例子來的 正好告訴你 以前的高位 你永遠上不上去 其實香港 就是在出現這種首都廣場的現象 其實香港現在是整個香港 變成死場了 其實這件事 你以前是想像不到的 很正常的 以前沒有移民潮 以前沒有國安法 以前沒有習近平 直接介入香港事務 當然是不同 即是說這個地方 發生了徹底的制度性根本改變 所以 香港不是開玩笑的 我真的看不到他有甚麼理由可以忽然恢復 因為 你是把整個香港變成了一個死場 而 等了十年也沒有回復 雖然現在很多就是 財經分析 跟你說過幾年就沒事了 不一定的 過十年也可以繼續有事的 這個2013年到現在 就是剛剛過了十年 就是260萬變成20萬 業主上一手打算撩底 是抵買的 赤價 還在破新帝 你說要抵 何時才會見抵 結果20萬賣了出去 又虧了20萬 現在接 那一手貨 這口價的人也未必能做得住 因為 現在這個店舖 這個店舖仍然是一個死場 很多評論都說能夠成功 沽出就是這個店舖位 是成功逃落 因為 加上差響、管理費、冷氣費 每個月收回來的 租金 絕對不足以彌補 因為市值租金 只剩下1000元 所以我們叫大家要小心 因為現在有很強烈的證據顯示 香港是整個 慢慢變成一個死場 到底那些劏場是怎麼形成的呢 就是因為當時 就是每樣東西都正在熱炒 所以其實由始至終 樓市和股市都是一個接火棒的遊戲 問題是 火棒到最後交了給誰 那麼 其實 絕大多數的時候你也看到到最後 就是 交給普通小事物 所以 除非你自命是達官貴人 如果不是 你不是那麼容易 那麼容易突破到這個名運 實際上這個商場最早發售的時候 第一手的大業主就已經賺光了 剩下的小業主 就是自生自滅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